好,剛剛我們德哥一拿出來 我已經有點驚讚了 這次的灰白色是很漂亮的 不僅是灰白色 第一個缺點是背部的槍 不僅是灰白色的,不僅是灰白色的 盡量不要拿走,盡量看著螢幕 看著螢幕 沒錯,要看後一點 這樣嗎?好嗎? 這樣嗎? 好,好 少許時間延遲,不是太看到畫面 不過,看到了 實時是這個 真棒 這個是實時嗎? 實時是對的 這次當然,你問我 差不多比例的,一定會找XG和它比 如果你用XG和這個Robot混合去比 我會很快跟大家分析一下 外形,XG完成 可換性,Robot混合完成 但外形,我覺得它這隻也漂亮 我不說它不漂亮,但XG更漂亮 當然,大家看到這個形態 我轉個圈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給留言 因為重點,其實它本身的設計 真的跟回原設 我會知道,J-N-T-H-E-D 我記得名字 J-N-T-H-E-D有得讀嗎? 我真的好像沒得讀 J-N-T-H-E-D 如果大家知道發音可以教一下我 亦都因為原設計 因為原設的彎 其實它相對比較伴 曲線比較多 線條比較女性化 不過你現在看到這樣的顯示 抱歉我第一件事 是把肩膀拉高了 第二就是把腳拉低了 它的玩法跟XG一樣 都是可以將一些特別的部位 稍微調節 那你便會見到這個 比較灰霧和高挑的身形 所以這樣看下去 相信大家不太喜歡 矮或女性化的形態 風格 風格 真的比較好看 轉圈給大家看 剛才Rocca也說了 今次它的灰白色 和我反而覺得是粉藍色 都漂亮 這兩種顏色都漂亮 雖然它整隻拿出來的感覺 好像噴了啞 是很漂亮 是 可以 close up 黃色都漂亮 每一隻顏色都沒有一個 雖然這樣說很籠統 但沒有那種很膠的感覺 整隻好像上顏色 這次是看得出來 新系列有心機 其一 本身要跟XG相比 你會見到特別是Robot Wynn的頭 它的分野會是最大 因為Robot Wynn是近於原設 所以眼睛特別大 頭盔相對比較圓和大 而最大的分別就是頸 Robot Wynn的頸是比HG長一折 所以如果貼近原設 其實Robot Wynn真的跟得足 最重要的是 我剛才說了 既然可換性高 看看有什麼可以玩 本身的槍可以插在後面 用一個外掛件 整個背部拆了出來 它背的飛行背包 要不要拆這個背包 好像不小 我意思是未出過 未出過那個 要不要拆這個背包 我想都要 看見本身的激光劍的位置可動 也是 頸是長的 但這隻本身的圓設 設計 也不是很正統的人體比例 所以我都要研究一下 它的圓設 究竟是否真的 本身就是頸那麼長 嘩 基本上因為 托賴頸的長度 變成它 頸的可動幅度很高 可動方面 基本上在頭 你都看到 托蕩頭和托蕩頭的幅度 是超級究極高 你看它的肩膀 剛才說了 其實因為我始終都是一個可愛的男生 所以我將這個風靈 我不是看見嗎 是呀 他叫風靈 那 能盡量像一個男性 當然 其實實際上 將它變回原型 是呀 大家也知道 上一集之後 就有很多說法 是 究竟他是誰 可能應該是一個女生 這個真的 一會兒都可以花多一點時間 我佩服有很多觀眾 在第二集的時候 已經開始講這個理論 就是說 女主角不是凌雜 那個小女孩 是 又或者凌雜那個小女孩 是呀 是呀 我發現我自己真的太天真 我完全沒有這些懷疑 然後現在不到你不相信 好了 那就看看肩甲 有一個很獨特的護甲 兩邊外甲都可以動的 那麼 剛才說了 因為本身 他的肩甲位 是 有一個活動關節 變成他可以踢得很高 令到他的手 是可以舉得很高的 這個設計是一流的 橫軸 本身這個肩關節 是跟其他機械人 有一點點不同的 他故意有一塊突出來 當然了 可動性都是去到對摺的 手腕不用說了 這個上臂是沒得頂的 方便批窄 沒錯 腰左右吧 正常 你會見到本身 他也是有一個橫軸 不過他零零設計 其實是橫軸不是一個球形關節 他另外上面會有另外一節 接觸上空 讓他可以有一個真真正正的 上下前後可動 即是他的水平轉 就是下面 對 真是一個水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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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趣的 但腰左右的傾斜 在哪裏 好 我直接在這裏 因為記住 本身其實腰的位置 比較多虛位 是 變成他除了前後之外 因為是一個波裝 所以可以左右 即是這一塊就是波裝 是的 但多一部水平轉 就在下面 沒錯 這個設計 是這個機體的獨特設計 才可以做到 所以很有趣 好了 又安裝背脊 腳不用說 本身在腰上有兩塊 就是可動的裝甲 剛才腳的股關節 我講過了 是可以拉下來的 如果這樣看 你大概就看到 其實他們拉高 拉低了之後的分別 其實都幾明顯 我就不介意他 我介意的 哈哈哈哈 因為拉低的關係 就可以 放到一個潮天腳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而且很有趣 就是大腿的水平轉 是在大腿中間 是的 因應裝甲的設計 可以隱藏了一個大腿水平轉 而且是一個幅度很大的水平轉 是的 剛才Walker說的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是零零射射 一個肥腿 水平轉 我不敢說 幅度不大 但其實你打側 打到盡 放一個棋的姿勢 其實很足夠 說回膝蓋 好過沒有 沒錯 是動得很漂亮的 都是拜這個機械設計師的手工 令到它本身設計上 已經可以做到這麼漂亮的動作 我想問 它的黃色部件 是不是全部都是分件 不是啊 是油上去的 深口那些都是油上去的 是啊 這是分件來的 不過都是油上色 但是黃色全部都是油的 是的 所以這隻黃色這麼漂亮 因為它整隻黃色都是油的 是不是 全部都是油的 所以它的黃色很漂亮 是 看到這個腳跟 也不需要多介紹 它的幅度是極度誇張的 也有 前後 貼地 是的 後 即是叫腳跟位 就不能動的 這個就有少少可惜 但就不影響外觀 不影響把握 和模型一樣 是 都是這樣的 有腳跟也是這樣 當然了 也可以很漂亮地打橫抹開 這樣就做到一個 就夠了 紮馬抹屎的姿勢 是霸州 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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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動性 不需要多說 無懈可擊 以及本身 關子都很緊 所以真的用來玩 我就建議大家買 Robot One 如果你真的想 擁一隻漂亮的 風靈的話 風靈 就這樣叫風靈 是的 可以真的選這個HG 重點 拆盾 沒錯 看到本身這個盾 是整個拆出來的 難怪這隻黃色這麼有 我還未見過交換具 黃色可以有這隻黃 原來全部都有 但藍色都好像是油 我現在 這隻藍色其實都是啤出來的 但藍色很漂亮 很漂亮 好 看盾 當然 有辣有不辣 盾本身 主要中間構成部分 我叫做支架 因為 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整個十二件合一 我沒記錯 是 這個 Gunbeat 但現在中間那裏 全部用了一件過 其他就真的可以拆 先拆好 我都不 奇怪 因為它多這兩件 是什麼 模型 其實我還未看過說明書 其實我還未看過說明書 可以拆一拆先 這樣 看到就拆 每一塊都可以拆 看上來都是銅 好 就是這一塊 這個不能拆的嗎 軟的 不是吧 是啊 其實是一個支架 記住 一件過的 這是支架 跟模型有些不同 模型是可以拆散 它都要換件的 但是它都可以拆散 我就不夠拆散 你真的打算弄嗎 又有時間去玩 我可以拆的 這個應該 拆一點 拆上去就可以 拆上去 拆上去 好 立場 留意鏡頭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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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希望在這件事情 跟大家一起聊 uni 告訴 hen 對上一集 七集 真的很 黑暗 有人以為ад欚 除了第0集 之外 1至6集 都是愉快的 瑚園 gan 把取決 但到第七集 一說回她的媽媽 遇到她的舊同事 那樣的對答是非常棒的 你現在開始感覺到 她的故事都是環繞著世代之爭 我很相信 女主角最後和她的終極老闆 可能是她的媽媽 有機會 我感覺到這股脆 去到第七集 沒有特別說到她的媽媽是中定奸 但在小說中也很清晰地說了 她是一個復仇鬼 所以為了報仇 基本上我相信她都無所不用其極 當然說回時間差 二十一年前的慘劇 二十一年 她媽媽保持得很好 蘇萊塔幾歲?十多歲 十六 究竟那幾年發生了什麼事? 究竟這個Mercury是用什麼方式之下誕生的呢? 其實她在故事裏面說 這個Gundam是一個被禁止的技術 但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看漏 她沒有說清楚為什麼她是被禁止的 因為本身她的技術 雖然是幫人去 類似那些Handicap 你可以回復活動機能 但是當你發動了她的 類似New Type 那樣的形態的時候 會對身體造成一些非常大的影響 即是說拍梅特系統的Handic 好像怪一點點 硬 即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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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得不準 究竟這套是否真的好像大家估計一樣 是一套極度黑暗的高達戲呢? 這個我是拭目以待的 似乎有些機器 這件事挺令人開心的 好像說這個導演也是出名的 古力不同的 阿里茨一流 大河內一流 我自己不是很熟 我聽到有些人說 她習慣了 槍就去加場 握槍手 你不會用握槍手 握盾手 她的風格是挺喜歡 顧你不到 開頭以為是校園 最後就做一些大悲劇給你彈一下 大悲劇 有流行的 日本 我覺得這樣是很 我覺得 寫得好便好 寫得不好便好 嘩中最重 勁給你一些大悲劇 你最正是甚麼呢? 你最正是 他原本想著 Mercury都幾大機會 會輸在鐵劇手下 突然之間 蘇萊塔 大大大聲地去喊 求你們借你們的力量給我 接著這個 G-Beat就暴走 也不要緊 你看回那部分的配景音樂 背景音樂 背景音樂 聲音 小女兒的聲音 嗯 嗯 有料到 那真的是鬼片 真的很可怕 你想想 某程度上 你靠蘇萊塔的技術 是不可能避到的 但你用這麼屈肌的方法 有件事我想投訴 作為一個香港人 香港人 我想投訴 我很不喜歡現在的中文譯名 封鈴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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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蘇萊塔很難聽 女孩子 我們以前 譬如TA 應該是蘇麗坦 是 可能不太好 但 盒真的很難聽 好 好了 盒子上身 多了一個器件 是 這就是剛才傳說中的支架 沒有什麼補充的了 你看到這麼英俊的形態 插一把劍 好 一隻手插一把 玩具TV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兩條馬拉伯 玩了一隻玩具仔 感覺很窩心 被人說過了 有說過嗎 有的 幾十隻手玩了 玩具 吹啊 我就是為了這樣才來 基本上我每個星期就等這一刻 好 展示給觀眾看 因為我們現在的劇場是背景看的 是 我們現在很努力 因為我們導演很努力地 將最好的變形狀態帶給大家看 所以變了 《來自深淵》 也對 你這樣比就好 什麼來自深淵 是一套你看下去的公仔 很可愛 但是這套是暗得很可愛的 是日本的動畫 對 很棒的 我推介的 《來自深淵》 我先看看 《Figma》也有出過《來自深淵》的產品 也有出得非常好 不過好像沒有介紹過 所以我買了 Anyway 大家看看這個價錢 唯一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胸口沒有模型的效果 不過補充一句 都控得很近 給大家 放心 其實在反光的情況下 它是做足黑紋給你的 只是你看不到 或者麻煩讓一個強光射下去 我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分別 我不動 有沒有效 看不到 先 你肉眼其實是充滿 它是看到黑紋的 看不到 算 這一個是輸給HG的原因 另外就有這一組透明支架 是 有六個三角形的透明支架 有九萬個透明支架 你也猜到 就是把那個盾 一塊塊砌上去 那就是 看看 那組盾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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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了 Brian幫我撿屎 那個透明支架就在這裏 那我們不拆了 咦 我感覺到那些東西 在我的腳裸 我們不拆了 但是 這次是真是好 新動畫 新主角就賣大包 給了支架 四塊幾水啊 大哥 給了支架 那就是給你 可以砌到這些攻擊的情境 不是不想介紹 是因為今天我們真的很多事情想說 但是這一隻風鈴 也都真是 我老實說 我是說了不想買的 真的 但是看完 一拿上手的實物 都沒辦法 真的好漂亮 真的好漂亮 好坦白說 外形它又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我最初就這樣見到它 這麼跟觸原著 其實我是興趣大減的 因為見完一隻這麼高質素的XG 這隻算吧 誰不知 行 沒有東西補充了 那就看看價錢的走勢如何 嗯 好像賣光了 好像賣光了 有提水的 有提水的 我不懂提水 我堅信這個賺食的 我又覺得不會說 對 而且那個有 噴射器 附加器的版本 都已經擺出來了 沒錯 都一定會 要你多吃一隻的了 好 就這樣了 沒錯 我們多養一樣 我正在拆東西 不要緊 我們多養一樣 好了 巡禮 稍後見 拜拜 好 咦 這隻是我的 最慘 咦 這隻角擺在哪裏 這隻角擺在哪裏 這裏 哇 好猛力 對